Hello YouTube,我是Jason 好啦,有很多觀眾都經常問我 什麼時候才再拍Mai Kitchen 我們因為要等Mai煮飯的時候 而我有心情去拍下它的時候 我才會拍給大家看 今天教大家煮兩樣東西 第一樣就是這個豬肉麵豉湯 就是這個通知了 說到明豬肉麵豉湯 材料當然有豬肉 洋蔥 薯仔 紅蘿蔔 蔥 麵豉 日本酒 芝麻油 還有豬油 首先我們把所有需要的材料 紅蘿蔔、蔥等 全部切碎 切好全部材料之後 就在鍋裡下一點油 然後把洋蔥和豬肉 先放下去炒一炒 炒熟了之後 就可以加水了 加多少水就看你多少人喝 我們就加兩大杯水下去 會不會的 當你煮了一會兒之後 就記得要在水面那裡 將那些漂浮的那些髒的東西 拔走它 之後你就可以把剩下的薯仔 的紅蘿蔔 都可以全都放下去了 然後Oreal就繼續在那裡等 之後我們要加日本酒 要加醬油 要加魚粉 然後當然就是加麵豉 最後加少許麻油就可以了 這個 豬肉麵豉湯 非常簡單 又非常好喝 大家可以試一試 正所謂難得開到店 一定要買三四套 既然難得今天去拍片的時候 我們又再說多一個 第二個就是這個 豬肉生薑燒 首先我們要做的事 是把薑磨成薑蓉 之後加些味醂 豉油 日本酒 然後還有這個糖 將它混在一起之後 就會變成了我們這個醬汁 之後把蔥 和椰菜 把它切碎 然後把豬肉丟到鍋上炒 這樣就沒問題了 但是大家要記住 豬肉要煮熟才好吃 煮到差不多 就可以把蔬菜 放進去 隨便把它倒幾碟 然後把醬油再淋上去 再炒多兩炒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今天這個 極度簡單的兩個日本菜 一個就是豬肉麵豉湯 另一個就是豬肉的生薑燒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我們可以嘗試自己煮一下 不是太難煮的 我看完一次之後 我懂得煮 你也應該可以的 我想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like 有什麼意見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說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看看下次煮得什麼 下條影片再見 就這樣 拜拜